台湾民众很喜欢喝饮料 估计一年下来用掉至少30亿只吸管 但是为了避免长期使用彩色吸管 可能会把塑化剂和钳一起吞进肚子里 有人就看准了商机 推出了环保吸管 台湾一名年轻妈妈 把日本进口的不锈钢拿来当吸管 每个月能卖出5000只 这类吸管除了有用来喝颗粒饮料 如粉圆珍珠之类的吸管 也有弯性吸管让人更容易使用 陈一杰从小就教导儿子环保概念 让他出门时随身携带不锈钢吸管和筷子 即使要清洗 儿子一点也不嫌麻烦 但他强调要注意避免使用拙劣的不锈钢 因为小朋友都很习惯性会去咬塑胶吸管 那就会增加会去摄取到树化剂的含量 如果是用比较不好的不锈钢 他可能就会有一些金属会溶出的问题 同样是环保吸管 有业者则选用玻璃材质 只要环保又健康 小吸管也有大商机 是环保吸管